救護車趕到現場15歲 陽性少女坐在椅子上 痛到站不起來 醫護人員先簡單包紮 又火速將人送醫 當時醫生認定只是擦傷 但兩個星期後 卻發現腳骨折了 看著女兒走路一搏一搏 媽媽滿是擔心 跟在背後小心叮嚀 從X光片上更清楚看見 左腳骨頭尖裂縫 而車禍第一時間 醫院診斷挫傷 返家休養兩個星期 腳踝越來越腫痛 轉院檢查這才發現是骨折 上個月11號發生車禍 24號轉院檢查 隔天開刀 診斷延誤兩個星期 跟我講說這個是挫傷跟擦傷 所以只要回去再自己買個藥 擦一擦替換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都相信醫生 可是你稍微有一點不注意 或者你的小舒服 就很有可能造成說 小孩子可能一輩子就毀掉了吧 骨折怎麼變擦傷 醫院第一時間 卻沒有照X光片檢查 讓楊同學病情拖了兩個星期 被質疑的院方這麼解釋 有特別希望說這個病人 他因為傷身上的傷口滿多的嘛 兩天後再來門診 帶來我們醫院的門診 詳細的最終檢查 當然我們會檢討說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院方解釋 當時少女行動自如所以沒照X光片 但再換一間醫院治療 挫傷怎麼變骨折 女兒緊急開刀手術 但楊媽媽擔心 未來可能跛腳或者掌骨刺開刀 面對種種不確定性的後遺症 該怎麼辦 記者洪建民 徐玉玲 南投報導